中連府銅鑼灣求包養 她的身世原來是…… 近日有網民在網上上載一段短片 有個姐姐站在銅鑼灣 拿著尋求好心人包養的紙牌 記者日前都去到現場 可惜一直看不到包養姐 不過在場收買智能電話的阿叔就說 前兩晚被警察拘捕了 有私人帶她上車 原來包養姐在銅鑼灣站了差不多整個星期 有個房間的 她問她買電話 買電話很搞笑 應該是有些問題 她買電話又說不認識 進來送不認識 她還說包養姐粗內地口音 像是內地女客 神志還有點彷彿 臨走前她還跟收手機家阿叔說 說想認識男生 不過阿叔就沒理他 不過包養姐也很有毅力 之後幾天都在銅鑼灣一帶等待緣分 無論包養姐是什麼原因而失蹤 都希望她找到一段好姻緣啦